这部国产悬疑剧仅仅播出12小时 就有5亿人熬夜一口气追完了全景 虽然演员阵容不大 但反而看着更真实 甚至我觉得 这才是今年最好的悬疑剧 因为它真的胆白 故事发生在2018年的春天 多名男性纷纷自杀 起初警方根本没多想 然而直到发生第四起案件事 警方才发现事情并没那么简单 屋内不仅没有打斗的痕迹 就连酒店的用品也没有事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示 床单的扑法突然引起了白队众 他们检查了其他房间 发现床单扑法确实不一样 随后询问保洁阿姨 床单不都是放下来的吗 可万万没想到 调查后发现 四名自杀的人都是死在了民宿 均是离异的男性 并且死者还都有一个共同点 法医在他们的裤子内侧 提取到了前列宪夜 但奇怪的是 只有男性在兴奋的状态下 前列宪夜才会排除 最终警方调查发现 其中两名死者是和一个女禁的民宿 通过监控只能看出背影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都是来自同一个女儿 可她的杀人动机又是什么 四名死者家可以淘件一本 而且他们的钱包和银行卡里的钱也不在 即使我们不知道动机 也没有足够的证据 支持这四起案件就是楼杀 但是庄安门房间还有其他人 我就不相信她是自杀 果然皇天不负有信任 警方从撰写小说的小山那里 得到了重要线索 警方调查发现 四名死者都登陆过这个网 并且都与一个名叫黑天鹅的联系 就在前天这个黑天鹅 还与一个叫白夜的联系 那最后教训就让你写的 那后天28年 不见不散 那不就是自杀28年吗 为了避免同样的事件 他们很快锁定了黑天鹅的IP地址 殊不知此时黑天鹅 正在实施杀人手法 这样可以吧 只要你好好表现 我以后还要选择你 想不想玩这些话样 只要你的满足 反途可以 你说对不起 黑天鹅名叫程阳 但他并不承认自己杀人 绳子是他们自己系的 绳套也是他们自己钻的 自己只是踢了椅子而已 鼓宇在他的血液中 发现他患有艾滋病 同时针对此事件的发帖人 收到了程阳寄来的视频 视频中程阳备受凌辱 画面不堪入目 而这是不是他黑话杀人的原因吗 程阳本是舞蹈系的高材生 还没毕业就拿到著名舞台剧的一角 因何会沦落至此 故事还要从舞台剧的选拔开始 女孩清冷可爱 被负责选拔的导演刘辉看上 女孩觉得自己能从 千千万万的选拔者中 被幸运之神剧了 异常开心 对于刘辉也十分敬重 毫无防备喝下他递来的水后 便失去了知觉 刘辉将女孩带到地下室后 对女孩进行了残忍的虐待和凌辱 女孩不停求饶 换来的却是更加变态的折磨 之后自己想过报警 或闹到剧团让他身败名裂 但自己又害怕众人的指责 即伴随自己一生的污点 此时却发现自己得了艾滋病 而刘辉则凭着舞台剧黑天鹅身价暴涨 自己找到他 偷偷录下了他伤害自己的视频 你知道什么是艺术吗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你这个贱人 你到底要干什么 就算我死了 这个视频呢 你会定时发送出去的 如果你不听我的 那么各大媒体都会看到你的真面目 你不最喜欢上电视了吗 看着眼前欺负自己的人 冲自己下跪求饶 便让他站在绳索面前跟自己道歉 称自己满意了就会放他下来 却趁他不被踢掉凳子后离开 而那些看过自己被凌辱视频的人 也同样拍摄了他们道歉的视频后 伪造了自杀现场 程阳认了罪 但他又何尝不是最无辜的那一 说到这里 大家暂停一下 如果你想谈恋爱了 不妨试试 能根据你的喜好 选人的恋爱软件 牵手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女友特质 牵手会根据这些特质 给你推荐符合你要求的女生 尤其是他会优先推荐喜欢你的女生 所以牵手的脱单成功率才会这么高 牵手不是机械的筛选匹配 他把你所喜欢的 直接推到你面前 点击评论区试试吧 两个小女孩半夜玩捉迷藏 女孩蒙上眼睛 另一个女孩钻到食堂桌子下 玛丽的移动着身躯 就在这时 却发现一个手里拿刀的女人坐在地上 女孩示意她不要出声 结果就在下一秒 第二天警方赶到现场 死者名叫汤靖 是这所精神病院的院长 死者背部被刺酒刀 死亡时间为昨晚的11点到凌晨1点之间 尸体是从柜子里掉出来的 案发现场痕迹显示 是在食堂被杀后 藏匿在柜子里 但疑惑的是当时嫌疑人并未逃走了 同时他们还在现场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一年前 警察徐一鸣在一次执行任务中牺牲 临死前 在白队的手心画下了这个特殊的符号 而这个标志 与案发现场留下的一模一样 从将医生口中得知古语很特殊 别的病人都是家属送过来的 而他却是自己跑来的 汤院长出事的前两天 古语犯病还和汤院长动了手 不过这些在精神病院很正常 凶手古语竟然自己跑到精神病院 他是否真有精神病呢 不等白队想明白 就从同事口中得到了答案 古语之前竟然是个法医 可眼前疯疯癫癫癫的人 怎么也和法医的身份联系不起来 白队拿出现场留下的标志 古语愣了一下 接着继续痴痴傻傻 白队却一眼看穿了他 但随后又做了个假设 若有人替换掉自己日常服用的药物 且迷晕了自己 伪造犯罪现场 就可以栽赃陷害自己杀了人 但精神病人根本没有机会私藏力气 汤院长也极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服用了镇定的药物 然后被人刺死 警察在精神病院调查 希望能得到些有用的线索 女孩的一幅画引起了白队的注意 询问之下小葵一开口 便让人毛骨悚然 很明显大树是个人名 小葵或许是个突破口 便带着安子继续询问 再继续问 女孩却拒绝开口 随后 白队找到古语询问 古语称大树就是男孩小爸 七八岁 可小葵是好朋友 半个月前失踪了 护士却谎称是康复出院了 白队想知道第十三道门的秘密 古语犹豫了一下 表示可以帮他找到第十三道门 但要带自己一起去 夜幕降临 二人潜入精神病院那间神秘的房子里 房子里四处都是灰尘 但几个袋子却干干净净 证明他们经常被移动了 白队搬开袋子 又一开货架后的门摆 一间小型的手术是赫然呈现在二人面前 把续语车到续语保存袋中 再放到专业的运输箱里 这样至少可以保存一个月 只一个精神病院 那你都写作什么 这也许和汤远长的词有关 这难道就实大数说的 白队打电话叫来了队友 而张局也告诉了他古语的真实身份 原来古语是张局派来精神病院的眼线 目的就是调查精神病院的黑色产业链 精神病院的黑色产业链 仅凭一个院长很难操那么大盘 定有其他人参与其中 能为病人抽血的 除了汤远长就只有江医生和麦医生两人吗 或三人因为分赃不均 亦或许汤远长知道了太多秘密 才招来杀身之火 眼下找到小话才是最重要的 很快便有了消息 有人在公园的草丛里发现了他 但因为失血过多导致休克 现在被送到了医院 而且他根本没有精神病 俺还撞破了院长的秘密 不久后便失踪了 院长也被人捅了九刀死亡 住在精神病院的小话却并无精神病 且已经有人申请领养 领养人就是精神病院的保安 白队去调查 一个摩托车手故意将他引到保安住处 保安被带到局里 很快承认了是自己杀了院长 因为院长打算杀了小话 而小话曾经救了自己 原来几年前 妻子难产 不仅人没了还欠了许多债 利滚利还不上 便买了农药打算一死了之 却买到了假农药 小话给自己买了可乐 并一脸担心地看着自己 将小话送回福利院后 便决定好好生活 赚钱后领养小话 后来汤院长来福利院 给孩子们检查身体室 称小话有精神病将他带走了 保安便来精神病院工作守护小话 二人关系越来越好 小话甚至开始叫他爸爸 然而好日子没几天 小话便出事了 为了给小话报仇 同样被下了药的法医手中 嫁祸他杀了人 保安认了罪 却不知道汤院长衣服上的符号代表什么 白队也告诉他小话并没死 在公园的草丛里被发现晕倒 现在已无大碍 听到这个消息 保安终于放下心来 但令人疑惑的是汤院长的死因 却是情话物重力 保安在刺向汤院长之前 他就已经死了 前后时间不超过五分钟 车站那边的调查结果显示 原本回老家的麦医生 并未检票 同时接到了报案麦医生死 谷宇验尸 发现他也死于情话物重力 调侃监控 发现了一个看不清脸的奇怪女人 推散了好半天 却并未上车 众人疑惑女人身份时 谷宇却从走路姿势一眼看出 他是江医生 而这个监控是美食街的后响 他为何会出现在此处呢 通过对火锅店老板娘的询问 才得知了原因 想跑路 不开车 转门往没有监控的小巷钻 这一片能避开监控藏车的 就这几个区域 他也许就是在找被他安排好的车 果然如他所说 船厂附近江医生找到的神秘人士 先安排好的车子 原来是他销毁了所有证据 是他换掉了保安的安眠药 也是他杀了麦医生 挂掉电话后捣毁 白队循着声音找来 却被他捅了一刀后开车逃走 恰巧安子带着鼓语赶来 二话不说加速撞向江医生的车 被撞猛的江医生 还没反应过来 车里事先藏好的炸弹瞬间爆炸 这个女人最近总是收到一些恐吓照片 上厕所时也莫名被反锁 还总能听到男人恐吓自己的声音 下班回家开车门的瞬间 车底莫名出现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 女人害怕极了 让丈夫来接自己回家 但不久 一个女人就死在了隧道内 白队带着鼓语赶到现场 致命伤在头部 事后脑遭受了重击 除了手机以外 其他值钱的东西都还在 死者名叫芳妮 30岁 在粉色灯光的洗头房工作 监控显示 她下班后换了衣服出门 但她出门时穿的衣服 却并非她平时的穿衣风格 这时却有人来局里撑凶手杀错人了 本来要杀的人是她 女人名叫郭薇 穿的衣服确实和芳妮死尸一样 并表示自己有证据 但拿出的照片却是自己的证件照 方敏工作的洗头房内 老杜调查到方敏在死前提出了辞职 并从老板娘手中 拿到了方敏常客的联络方式 而郭薇再一次出现了幻觉 郭薇被撞当场死亡 事故责任方是郭薇 货车司机赵川想要赔偿 却被郭薇丈夫拒绝了 白队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方敏所在的洗头房常客名单里 有一个姓赵的男人电话和赵川是同一个 赵川或许和方敏有关系 但方敏死的时候 赵川正在禁活 和方敏穿同样衣服的郭薇又被赵川撞死了 这一切是巧合吗 白队梳理着众人的关系 实在想不通这其中有何联系 古宇一句话点醒了他 郭薇和方敏并非毫无联系 他俩有着一模一样的衣服 二人来到郭薇家里询问 古宇一眼就看出 其丈夫的悲伤并非发自内心 而郭薇的衣帽间里 那件跟方敏一样的衣服 售价近高达万元 但方敏的日用品和衣服 都是极其廉价的 一万多的套装 肯定不是他自己买的 果然服装店里 那件套装一共就卖出去过两套 均是郭薇丈夫买下的 而警方也调查到赵川和方敏是老乡 在老家时 二人曾是恋人 胡宇想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但不知道如何让白队明白 便与白队来了的情景重现 有人要杀我 有人要杀我 你求求我 刘建波 你干什么要拉我 你干什么要拉我 你干什么 哪有人要杀你 你就这边不上我 假如说 如果真像刘建波表现的 那么爱郭薇的话 他会更相信 郭薇有病 而不是真的有人要杀他 因为相较为失去妻子 从他的潜意识里 他会更容易接受 虽然他有病 但是可以活着 白队大胆猜测 赵川想杀了方敏 刘建波想杀郭薇 他们帮助对方杀人 这样的话 既摆脱了彼此的嫌疑 又很难怀疑到 不相识的人身上 只是这种情况 发生的概率比较低 而且他们凭什么 相信对方 有些事 比心人更加重要 抓住对方的把柄 也许赵人 就藏在他们两个人之中 二人来到赵川的鱼滩前 眼尖的鼓宇 发现了几个蹭土 便带回了局里实验 果然跟方敏头上的伤口一致 这么一看 方敏被杀 当晚赵川是故意出现在 有监控有人证的港口 因为方敏是刘建波所杀 他们在替对方杀人 竟在做杀过人的都知道 杀了人还能摆脱嫌疑 最好的方式就是制造一场意外 这个男人本有着深爱自己的妻子 为了支持妻子追求自己的梦想 便辞职变成了一个家庭主妇 而妻子见识了更广阔的世界后 一切都变了 总是大半夜还在外面 妻子也越来越看不起自己 当着自己的面和别的男人暧昧 妹妹 回家吧 太晚了 不是酒都没喝完呢 回什么家 就是了 没有 你继续 这位建波呢 是个高开生 在天下在家待着也白瞎了 要不我来我们公司上班坐 你说什么呢 他要正爱公司了 因为深爱妻子 这一切自己还是忍得下来 直到有一次妻子喝多了 帮她拿手机时 一份检查报告从包里掉了出来 妻子怀孕了 而当时二人已经分开睡很久了 自己本来有着不错的工作和社会地位 因为妻子而放弃 妻子却背叛了自己 便对她起了杀心 之后便开始跟踪恐吓她 妻子很害怕又开始依赖自己 自己心软便决定停止杀妻计划 不成想妻子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自己便下定决心杀了她 但还没想好怎么杀人后脱身 便在满鱼市结识了赵川 当时的她在对方敏威胁 原来在老家时她和方敏谈过恋爱 方敏嫌她穷把她甩了 没成想后来方敏满鱼市遇见了她 便一直纠缠 找她饮酒酗酒 趁她喝多时 拍下了二人的照片威胁她要五十万 要不给就闹到她老婆那里去 碰巧刘建波在满鱼市 听到了方敏威胁赵川及看到赵川眼里的恨意 便找到了赵川 谎称遇到了和她相同的问题 二人一拍即合 制定了杀人计划 刘建波让赵川先和方敏约好见面时间 并将和郭薇一模一样的衣服送给方敏 之后刘建波拿着衬托进入隧道 砸死了方敏后拿走了她的手机 得手后来买鱼将衬托还给了赵川 之后赵川将车开到巷子口 等待着刘建波的信号 手机一响便发动了车子 之后郭薇当场死亡 二人很快认了罪 但注定逃不开法律的制裁和良心上的谴责 太太长期瘫痪在床 但有三个孝顺的儿女 过生日时一家人其乐融融 但生日后老太太却离弃死亡 法医验尸发现死因位已倒素注射过量 而案发当晚现场只有她的三个子女 她们也成了老太太死亡最大的嫌疑员 照顾死者的是其女儿蒋向南 她称当晚蒋志走后 自己让蒋勇陪着母亲自己就去睡了 但半夜蒋勇将自己叫醒 查看时母亲已经没了气息 而蒋勇则表示当晚是姐姐把自己叫醒称母亲出了时 三人都表示当晚并未给母亲注射胰岛素 蒋志称姐姐离婚后一直在照顾母亲 但姐姐经常对母亲非打击骂 白队重回现场 在地上发现一枚螺丝钉 墙上也发现了拔钉子留下的痕迹 这个位置拿走的应该是监控摄像头 提取到的指纹是蒋向南的 她的嫌疑愈发的大 事出反常必有妖 注射器上只有蒋向南的指纹 但加上拆除摄像头反而有问题 毕竟拆摄像头可比藏注射器更麻烦 从邻居口中了解到蒋向南虽然经常和两个弟弟起争执 但对弟弟还是不错的 蒋勇的工作还是蒋向南的前夫帮忙调动的 因为蒋勇妻子花钱如流水 所以蒋勇很是缺钱 另一边古语发现从最后一次购买胰岛素 到老太太死亡当天的确少了一只 二次验尸 果然在老太太的夜下发现了一个针孔 针孔形成的时间大概是当晚8点到9点之间 而现场遗失的胰岛素是300个单位 若一次性注射人会在3到4个小时内死亡 老太太的死亡时间正好是11点半到12点之间 白队推测凶手杀老太太的动机 若未财 老太太并无遗产 只有一套房 但这套房老太太并发钱 就已经留给了蒋向南且做了公证 若凶手是蒋向南 那他等着就好了 何必冒着风险杀人呢 且他并不急着用钱 没有杀人动机 若是蒋勇 那他很有可能抓到了什么蒋向南的把柄 对他进行威胁 联手扰乱警方办案 但根据夜下之针的注射时间来看 当时蒋制也是在场的 众人将重点放到了蒋向南和蒋勇身上 却忽略了早早离开的蒋制 那么蒋制到底是不是凶手呢 瘫痪老太离弃死亡 死因为胰岛素注射过量 三个孝顺子女却都想要老太太唯一的房子 谁料极度重男轻女的老太太 生前却一反常态把房子留给了女儿 经过调查 蒋勇承认是自己给母亲注射了胰岛素 但非常确定是在腹部注射的 当晚姐姐将自己叫醒后 得知母亲死了 怕被人误会是自己害了母亲 便将注射器丢到了小区垃圾桶里 平时都是蒋校囊给他注射 为什么偏偏那天是你 我姐让我给我妈打药 这一天都是 都是我姐就好的 都是我姐就好的 当晚 她肯定是提前给我妈注射了胰岛素 之后又故意找进口 让我再给我妈注射 就是 害死我 也许姐姐并不知道母亲把房子留给了她 所以为了房子杀了母亲 姐姐一早就藏起了母亲的房产证 自己想拿房产证贷款都没找到 母亲的死一定都是姐姐计划的 但白队了解到 蒋向南为了照顾母亲 与家暴丈夫离婚后近身出谷 因为照顾母亲辞去了幼儿园的工作 甚至经济困难时 点当了自己的镯子 一个为母亲付出这么多的人就是凶手吗 众人犯后完完人杀 瞬间给了白队领带 如果我真的被逃出去吧 你是个事就不会被人怀疑了 你是说 蒋永还安全 如果有人把他逃出去了 那就有一个人安全了 如果蒋向南和蒋永都被判刑 那房子不就归蒋镇了吗 我们是说 蒋镇有问题 而老杜则查到小儿子蒋镇有过目不忘的特殊能力 和雀神麻将馆和谋出老千 得罪了本地地头蛇大发哥 大发哥逼他签下了八十万的欠条 而还款日就是亲母亲出事那天 他急着用钱 便把主意打到了母亲的房子上 想偷房本 却被蒋向南发现后藏了起来 母亲最疼爱自己 母亲一死 房子肯定是自己的 这样就能还债了 却没料到母亲把房子给了姐姐 那只能将二人推出去 替自己背黑锅 案发当天 蒋之离开前十分钟给母亲夜下注射了胰岛素 蒋向南回房休息后 蒋永接到了蒋之的电话 叮嘱他为母亲注射胰岛素 你妈今天胰岛素还没当当 你给他打一下 是吗 打一下 嗯 爸 我都有点事了 之后蒋永发现母亲不对劲鸿 叫醒了蒋向南 可此时母亲已经死了 后来蒋永害怕 便找到蒋之商量对策 蒋之教他如何应对警方的询问 试图诬陷姐姐 我哥到现在都以为 是他注射一道素不良 导致我妈死的 你母亲身前对你们这么好 你就这么抱怠她 爸爸哥天天比择 换身体你怎么办 从小到大 无论有什么事 我妈都让我姐 和我哥帮着我 这次我为什么不行 我妈生命以后 只和她咱全在床上 我这也是替她解脱 人在任何途径下 都是有选择的 别为自己的自私找借口 母亲之死终于水落石出 蒋向南独自一人 查看着母亲房间里的监控 往事粒粒在目 心里五味杂沉 母亲虽然瘫痪在床 但她心里也许是明白的 倾住了所有爱的两个儿子 只想从自己这里得到利益 房子也算是母亲对自己 不受疼爱人生里的一些补偿吧 但自己亲戚所有 所求不过是那不多的母爱而已 失踪十年的男孩突然归家 这个消息震惊了个大媒体 纷纷跟踪采访报道 男孩的傻哥哥却表现得十分异常 弟弟明明已经回来了 还天天嚷嚷着找弟弟 白队谷宇接到任务 要给回来的周末采集丁内做亲子鉴定 白队贴心地准备了零食给两个孩子 当周末拿起花生巧克力时 却被哥哥周全抢走了 母亲孙华得知要为回来的周末做亲子鉴定时 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表示周末失踪了十年 刚回来就做亲子鉴定担心他承受不了 谷宇却看出他似乎有事隐瞒 便开始调查周末 通过周末的就诊记录 查到他失踪前曾做过蓝尾炎手术 腹部有一道伤疤 谷宇买了衣服带着安子再次找到周末 换衣服时 其母孙华却非常紧张 你看就是我们家小莫子 这合适 给 周末 这就是他弟弟的 给 周末 把这条也做了 这更加深了谷宇的怀疑 当他得知就算从小到大面部骨骼发生变化 而骨却不会变化时 便找到了电视台的采访录像 想找到周末的正面照做对比 却有了意外的发现 录像中周末摘了花送给姐姐 却被周全一把抢过踩在了地上 周全你干嘛呢 走 走 你说有没有种可能 这个周全虽然质量上有问题 但是他在其他某方面 感知会比正常人更敏锐 你是说 对花有问题 他看到弟弟触碰到了花之后 所以他才生得起 哦那这么说来的话 他是在保护弟弟 周末对花很过敏呢 我查查 果然周末是过敏体质 五岁时还因为吃花生助理院 难怪周全看到周末吃花生巧克力 反应会那么大 不管是花还是巧克力 都是周全保护弟弟的方式 这个周末有问题 白队立即安排周家母子进行DNA比对 比对结果并不意外 他们并非母子 一个和自己毫无权然关系的孩子 在家里生活了那么多天都没有被发现 这一种可能 那就是松马和周雅 一早就知道 这个孩子不是真正的周末 审讯室里 周末已然脱下了伪装的乖巧 称自己是个小混混 道上的兄弟都叫自己小黄毛 之所以冒充周末也是身上没钱 想找个吃饭的地方 偶然间看到了寻人启事 自己便将有关周末的家庭信息费了下来 之后打了电话代替周末回家 傻哥哥与弟弟玩捉迷藏 却被弟弟的面具吓到而措手杀了弟弟 母亲与姐姐将弟弟尸体埋进院子 十年后 失踪的弟弟却突然回来了 白队通过审讯假冒周末的男孩 得知他只是个混混 看自己和周末长得像 冒充他特地来骗吃骗喝的 可奇怪的是孙华和周雅的态度 对周末的家人 他们一定知道周末对什么过敏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避及过过敏院 有没有可能 是他们长得到这个孩子的时候 就知道 小黄毛不是这样 只有周全被人在鼓励 他们会担心弟弟会过 可他们这么快的路都是什么呢 也许他们一早就知道 周末永远不能回来 想要证实众人的猜测 必须得找到真正的周末 可他已经失踪十年之久 寻找他难度很大 古语却认为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若周末的死真的和孙华周雅有关 那么家里一定会留下痕迹 果然在孙华家发现一个上锁的屋子 锁上面被涂上了厚厚的鞋油 房间里一尘不染 明显有人定期打扫 而柜子里凸起的钉子旁 古语采集到了一些血迹 桌上照片里 一家人身后的山茶花 引起了白队的注意 在树下挖出了一些人体骨骼 孙华悲痛欲绝 被带回局里审讯 孙华交代树下埋的正是周末 周全小时候因为用料出了事故 智力永远停在了六七岁 可事故影响的不光是他的智力 他还患上了狂躁症 发病时会乱砸东西和打人 可那天出门时 自己大意将他和周末一起放在了家里 兄弟二人玩捉迷藏 周末带着面具躲在了柜子里 拍柜子的周全被吓到 狂躁症发作便杀了他 逛街回来的二人没看到周末 四下寻找才看到了 柜子里死去多时的他 二人悲痛欲绝 但周末已死 又怕事情败露周全被抓 便给周全喂了安宁药 他睡下之后 二人连夜将周末埋到了院子里 并种下了那株山茶花 但周全却并不知道是自己杀了弟弟 整天闹着要弟弟 无奈只能骗他说弟弟走丢了 可十年间他从没放弃过寻找 所以二人也不得不继续作息 本以为他找不到就会放弃 谁料他越来越执着 后来我们接到一个电话 说他就是周末 我们知道他肯定是冒充的 但小柜现在周全这样 于是我们就决定 接受这个家中 后来我就去了清水县 回来的路上 陆一跟家中 我说了很多小时候的事 没给他看看亲戚的照片 以及周末是做撇子的生活习惯 也是怕他在亲戚面前的楼树破绽 但我们还是说不过 周末过敏这个信息 周全虽然心知不全 但对弟弟的事他都记得 案发时周全正处于发病期间 被认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 无负刑事责任 但被送到医疗机构强制治疗 海边发现了一只人的断肢 被封在水泥桶里 鼓语咽尸 发现尸体切口非常平整 且避开了骨头 这个手法不是医生便是屠夫 且这两个断肢并非同一人 或许内附近还有其他尸体 毕竟这几天突然水位下降 同若没有飘进海里 那就还在潜水区 果然通过一番寻找 又打捞到了三桶 水泥阻隔了尸体与空气的接触 延缓了腐败 并不能确定死亡事件 但鼓语却从发现的医服碎片认出 这是绿洲精神疗养院的病号服 鼓语曾装成精神病人在疗养院卧底 院长汤静联合医生江桐 抽取病人血液售卖 调查过程中院长汤静被保安杀害 而医生江桐则在逃跑途中被炸死 线索被迫中断 当年疗养院失踪的人一直没有找到 或许就是用这种方式抛尸了 这些断肢都是壁形血 在死前流失了大量的血液 极有可能是失血过多而死 之后被分尸 且通过检测 在死者身上发现了一种物质 这种物质的大部分成分是用来镇头 没有很少一部分与毒品类似 会产生置换的效果 古语拿出一个笔记本 上面记载了这种物质的化学方程式 这是哥哥古语失踪时留在房间里的 古语原本是局里最优秀的法医 一年半前却因为吸毒而被局里开除 之后便消失了 而他留下的笔记本上也有那个神秘符号 或许这一切都跟死去的医生姜彤背后的人有关 便决定再仔细调查一下姜彤 很快便查到姜彤去绿洲疗养院工作前 一直在一家名叫达美的生物公司任职 白队带着安子去生物公司调查 查到姜彤曾在公司研发部门工作 负责带她的是姜玉平教授 当时他们研究的药物方向是关于治疗败血症的 姜彤在国外留学时资助她的人也是郭玉平 谷宇确认出自己曾见过他两次 一次在绿洲疗养院 还有一次是出院后在阳光南路附近 殊不知此时的郭玉平也在调查着谷宇 旁边人正是谷宇 谷宇查到郭玉平本来留在卖国工作 但妻子和儿子车祸死后 郭玉平带着孙子郭黎回到了中国 但现在这个七岁大的孙子郭黎 却查不到他的学籍 你说这个郭玉平的文化程度还有休养 按理说他不应该不要自己的孙子什么都说 而且抽取病患血液 涉毒药物 怎么看也没什么到一块去 如果说他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郭玉呢 你的意思是 并不是郭玉平无缘孤立小学 而是有可能 为了自己本身就上不了去 到时候为了治疗患有急性白血病的孙子 居然利用精神病院院长 抽取和孙子血型一致的病患血液 病患严重贫血致死后抛尸 而死者体内都含有一种涉毒药物 郭玉平很有可能就是背后的操控者 调查发现这种药物的配方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改进 最初的功效是用于止疼 其中有一小部分是置换的 可后来 置换却成了这个药物的主要作用 谷宇哥哥谷月是郭玉平的左膀右臂 所以为了避嫌谷宇被迫放假 放假当天他竟意外失联 不仅电话打不通 家里更是没人 通过调查小区监控 谷宇并没有走出小区 却意外看到了郭玉平驻守韩家的车 白队心里瞬间升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根据监控 韩家的车开往了印象城小区 也许是他掳走了谷宇 我找过了郭玉平的住所 随时可以紧紧抓 批准抓不行动 但是保证谷月的安全 一年前我们得到了情报 黑市场流入了少量的始祖类药物 说是药物 其实它的性质与新型毒品没有什么区别 为了弄清楚这批新型毒品 从盛产到走私的整个产业内 谷月铤而走先 果然谷宇被绑架了 醒来便看到了郭玉平 以及躺在病床上的锅里 随后谷月也被捆着带了进来 原来最近总毒品交易失败 郭玉平就猜到了她是内鬼 眼下并不打算跟她计较 只希望谷与谷月两兄妹 能护送她和郭黎离离开 郭黎是自己最爱的人 但两年前她患上了急性白血 并需要大量输血 可医院的血库无法及时供应 便辞去了达美公司的职务 让江桐去精神病院任职 后来之所以调整药物的成分 是因为偶然发现药物有致患的作用 跟毒品相似 而维持郭玉的生机 和绿洲精神病院的运转 需要大量的金钱 不得不研制新型毒品 此时谷宇却发现 郭玉平早已没有了生命体征 只是郭玉平并不愿相信事实 认为只要不停输血 她就一定可以醒过来 五月看准机会 挣脱绳索持枪 打死了两个保镖 郭玉平淡定抱着郭玉去院子里 看游泳池 她早已在这个房子的各个角落 都装上了定时炸弹 她已经打定了主意 逃不了便让警察陪葬 可手中藏着的遥控开关来不及暗暇 就被白队一枪打伤了手臂 一切尘埃落定 谷宇也终于知道了 哥哥是卧底的事情 为了破获这个制毒团伙 她付出了太多 谷宇也归队 谷宇一直以来悬在心里的石头 终于砸到了脚上